英国持续一周的街头暴力活动与暴徒抢劫事件已经逐渐得到控制 然而中共官方媒体对伦敦街头骚乱事件的反应却显得反常的兴奋与活跃 相比大陆频频发生的民众群体抗暴事件 英国的骚乱有什么不同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国际媒体和评论人士的分析 今年多日的伦敦骚乱令北京媒体喜图望外 正向发表代表官方立场的评论文章 质疑西方民主制度的成效 伦敦奥运的安全 竟然嘲弄英国人过往评论中国事务 甚至将伦敦之下说成是阿拉伯之春的重演 香港《苹果日报》评论指出 中共媒体幸灾乐祸是中共伪光正的表现 也混淆了社会骚乱的管制问题与政治问题 英国上周发生的骚乱 最初是由于伦敦警方枪杀了一名黑帮分子 引发300人的街头抗议 后来在网络上被恶意煽动和怂恿 演变成骚乱分子轰抢商店 疯狂抢劫和纵火行凶等暴力活动 至今造成5人丧生 据报道 骚乱的参与者主要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 在此之前 英国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处罚都很轻 青少年犯罪一般只是备案记录 口头批评和家长教育 从而助长了犯罪 据民调显示 42%的英国民众认为 暴动是由犯罪分子介入引发的 英国副首相克莱格称 这些暴力和盗窃活动是趁火打劫 完全不能接受的 内政大臣特雷沙梅则谴责骚乱 是纯粹的犯罪活动 因为从事情整个过程来看 政府与警察在追踪一个毒品贩子 那么这是完全合乎政府职权的 而且是为社会治安和整个道德的维护 尽一份力量 政府应该尽的责任 所以说肇事者用什么 现在工作很难找 福利计划被卡 这种借口来做这种打杂抢的行为 我觉得在民主社会 在他们各种自由的权力 被充分保证的情况下 这是不可接受的 这是安全的一些都是借口 评论人士指出 英国政府处理紧急措施 来自民主的程序法则 由于错估情势的严重性 致使骚乱一度扩大升级 英国首相卡梅伦8月11号坦诚 伦敦警方在骚乱爆发之初判断失误 将骚乱当作公共秩序问题 而不是犯罪 相比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的 伦敦街头打杂抢的犯罪活动 阿拉伯之村主要在推翻现有的贪腐政权 正如黎巴嫩之村网站所说 我们的革命可不包括 洗劫自己居住的社区 砸毁自动提款机和商店 再看看中国内地近年频发的骚乱 导火索往往是公安城管等 执法人员的滥权所引发的警民冲突 或是官商勾结之下 暴力拆迁导致冲突 或是官二代 富二代 欺压百姓触犯重怒 如最近湖南长沙县的万人抗暴 民众因抗议当局在人口稠密的生活区 建立高危垃圾焚烧场 带头抵制的村民被抓 今晚村民到当地政府及派出所 要求放人 遭到警方殴打 愤怒的村民打砸派出所 不分物品并掀翻车辆 双方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 当然了 这是英国也出了坦克 撞架车 可是他们没动 一直没动 跟中共来对比 那维权运动 增压维权运动的时候 他们有什么武器作用 那是打杀抢 什么都有 所以这样对比一个独裁专制国家 和西方民主国家 怎么样对待这个动漫的事情呢 处理的方针原则 以及措施是很不相同 以及媒体报道也不相同 中共长期对国内民众采取钳制言论 武力镇压等高压手段维稳 但苹果日报的评论指出 爆发针对政府的茉莉花革命 显然都不是靠封锁互联网 靠管制推特 脸书 微博 靠管制手机通讯可以解决的 文章进一步表示 中共会晓阿拉伯之春于伦敦之下 因而否定民主和法治 只会失去制约官员贪腐 以减少引发骚乱的机会 新唐人记者许明 葛雷采访报道 在这里不及见 逼无待见 这准备看 感谢观看